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去年姜濤和Mewrard 大赢家在各項獎項 都獲得到名列前茂 但現在聽聞 樂壇的遊戲規則 已經有些改變了 而這個改變 也不會有利於姜濤和Mewrard 接下來的歌曲特獎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讓我高登仔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開始這段影片前 請大家去我的主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和拾了去 以及去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BOYS LIVE 點擊留言讚好和拾了去 好,開始 原來報導就是這樣說的 香港金曲 頒獎典禮 Mewrard奪組合獎 毛毛 趕上尾班車增合唱歌曲獎 好 話說 今天TVB和香港電台播天方合作 舉辦音樂頒獎禮 香港金曲頒獎禮 2021-2022 將會在4月3日 在九展舉行 這次的活動 就是本港樂壇史上首次 首次由兩大電子傳媒機構 合辦的音樂頒獎典禮 可以說這是歷史性 因為之前是未曾試過 兩個電子媒體一起合作頒獎典禮 全部都是自己頒自己玩自己定規則 接著呢 在這個頒獎典禮 開始接受樂迷投票 現在開始 投選有幾個獎項 一 香港金曲金曲獎 第二 香港金曲新人獎 香港金曲話語歌曲獎 香港金曲藍歌手獎 香港金曲女歌手獎 香港金曲樂隊獎 香港金曲最佳合唱唱歌獎 香港金曲最佳劇集歌曲獎 和香港金曲全球話語歌手獎 九大獎項 好了 那網民就看到他們這些獎項的清單 他們就發現 過往 就是之前 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 本來是有樂隊和組合獎的 但是 今次 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21至22年 就改了定義 紙切樂隊獎 沒有了組合獎 那所以呢 在這個香港金曲樂隊獎 的候選名單 有符合樂隊資格 就有 Tulic Loware Boys Bababang Dear Jane Woot Win Palmer Supermoment 和Yellow Yell 入圍 但屬於藍團組合而非樂隊的MIRROR Seal Star Era P1乘3L 一律 不得入圍 哦 隊獎 好啦 那雖然大會 就不設這個組合獎 但是MIRROR 在這個獎項 典禮 不一定會輸 不一定是完全沒有獲獎 為什麼呢 因為 頒獎禮 設有最佳合獎 歌曲獎 MIRROR Seal Star Era P1乘3L 都有歌曲入圍 同時 在剛剛成立的女團Clover After Class 亦都趕上尾班車 分別憑Call My Name 要為今日回憶 入圍最佳合唱歌曲獎 另外 MIRROR的One and All Boss Worried 就會打入金曲獎的候選名單 呂卓安 憑個人 E先生 連話不幸事件 和教主 合唱的 突而其來的心跳感覺 入圍金曲獎 而Anson Lo 憑個人Eagle 和MegaHeat 入圍金曲獎 柳應廷得到 狂人日記 和人類閃現 人類群星閃妙視入圍 人氣王 MIRROR 憑Master Class 愛情申請簽證 和Edgar合作的Alo 入圍 至於EUROR的全體員 合作的 我們不挫 等等 193也有 肥仔也有 但是 令人有些奇怪 因為沒有了組合獎 所以MIRROR的12成員 要分拆上市 入圍爭男歌手獎 譬如 沒有單曲的NOTMAN FANKY TIGER 和 Stanley 以個人入圍 藍光手獎 好了 OK 那 得意 這件事 有網民 寫了連結 給我看 我自己 高登仔 覺得 遊戲規則 是每一個頒獎機構自己定的 很明顯 這次 就要拆散MIRROR的獎項了 因為如果你想想 如果再保留這個組合 或者是樂隊獎 即是 夾上一孔 你頒給MIRROR 實至名歸 去年最紅 你不頒給MIRROR 一定吵你 是吧 所以我便改變遊戲規則 是吧 我便 特地沒有了組合獎 或者把組合獎 打散 好像分拆上市 下落不同的獎項 等這個組合獎 又變成這個樂隊獎 MIRROR 不是樂隊 是男團 樂隊 即是說 要自己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規定規則 總之 他這樣做 就意味著 之後的一些頒獎禮 都會這樣做 即是說 可能一分鐘 可能男歌手 就會變成 30歲以上男歌手得獎 即是 沒有份 又或者是 最佳男歌手 要出過10個 歌曲以上 才可以獲獎的歌手 這樣 即是 這些 門檻 就是 機構自己定的 是吧 那他肯定這樣做 就希望 不要等MIRROR 一枝獨大 很明顯 等他 給多些其他人獲獎 即是你問我是不是好笑 要還是壞事 我 就覺得 獎多些人獲得開心些 但是 只要你遵守的遊戲規則 我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你這樣去做 那 大家觀眾 就 看下大家觀眾的反應 即是大家觀眾反應 如果我覺得OK的 收視是OK的 那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一個收視是不行的 是不是 那些觀眾說 哇你這樣擺明 針對MIRROR 說給他獲不到獎 那 就不看你 是吧 那這邊就是看觀眾反應 而撞出下一步的行動 那 看看今次的節目 是否贏得到 收視 那 那我高登仔 就是這樣的意見 那 那 看看大家 怎樣看法 那留言給我 大家看一下 那 意思是怎樣 好 那暫時是這麼多 那 多謝大家支持 就是這樣